看看新闻吧 要说到娱乐圈的劳模呢 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余文乐呢 最近也是光荣的加盟到这个队伍 接连两天为两部电影去做宣传 真是有够拼的 来看一看 被心态发觉 以模特出道 拍过多部电视剧 当过歌手 转站大萤幕后拍摄了 如《无间道2》 《致命与春娇》等 叫好叫做的影片 也确实 这些年来余文乐几乎把工作的 所有中心都放在电影当中 动作戏 危险戏都照拍不误 难不成演艺圈又要出一个劳模了吗 也不是什么劳模 那如果要说劳模 可能鼓仔会比较 更加厉害很多 他也当老板 也当演员 你想过自己当老板吗 没想过 没想过 也不敢想 要说余文乐着急转型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如今鲜肉伶俐的娱乐圈中生存 不做实力派恐怕也是有点难的 我还小啊 谢了 应该已经脱离了这个小鲜肉的阶段 还比我很多比我嫩很多的 每个阶段不一样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过程 不管小鲜肉还是腊肉 反正余文乐说 他已经尝进了娱乐圈的苦 做这一行还不爱冒险吧 做这一行本来就很爱冒险吧 因为这一行风险那么高 本来当演员就是不停地挑战自己 不停地在做一些自己 可能做不了或是也不敢做的事情 好在余文乐本来就很爱冒险 所以停不下来的状态 他也早已习惯 就是怕闷 如果没有挑战 天天差不多 我反而觉得不习惯 娱乐新年帝香港独家采访不到 是 要看哪个明星是老母 其实很简单 只要锁定我们娱乐新年帝 看看哪个明星曝光率高就行了 也许有些人已经把这个工作当做生活 当然最享福的就是我们粉丝了